有全才女神之称的日本知名艺人 龚藤正香 生格三十年 再次在台湾舉行演唱會 吸引二千名粉絲捧場 身為牧村托栽鐵粉的羅智祥 以及曾經跟牧村合作過的林志玲 也有送上花欖祝賀 這麼久沒有跟寶刀的粉絲見面 龚藤正香當然要用親切的普通話 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,我是龚藤正香 你好,我是Ruuzin 好,謝謝你今天來 我會唱很多歌曲 所以我希望我們今天一起做新的記憶 謝謝 龚藤正香對上一次在台灣開演唱會 已經是1993年的事 三十年過去 龚藤正香的聲線一樣感動人 同時也勾起不少粉絲美好的回憶 0 4 3 5 0 4 7 4 這次演唱會是宮廷正鄉 今年唯一的海外演出 所以他都隆重歧視 除了精選了十九首歌曲之外 更換上三套不同風格的舞姨 就連樂手和麥克風格 都特地由日本帶來 希望帶給粉絲一場難忘的演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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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